年关将近 公司财务忙到起飞 我身为财务总监 已经连轴转了好几个通宵 傍晚 一回到家 老公饶有兴致地凑到我跟前 老婆 过年你有什么安排 我满脸疑惑 不是说好带果果去看海吗 老师特别布置的寒假作业 对对对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怎么 计划有变 只无了半天 莫凡张嘴 我妈说想孙女了 让我们回去过年 一股邪火莫名窜出 上周不是商量好 过年要去京市和大哥团聚 也就是你大舅 说是久病缠身 团聚一次少一次 指不定哪天人就没了 为了让你妈做得舒服点 我特意订得头等舱 现在又说不去了 况且 我海边的机票和酒店也订好了 难不成现在全退了 莫凡将在那里 不支声 决定好的事情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 每次都这样 有意思吗 明着不好说什么 我指桑骂怀了一痛 然后生气走进卫生间 心烦意乱 我一头扎进浴池 将身体一点点淹没 直至将自己憋死前那一秒 我本能地将头伸出水面 大口喘着粗气 饥饿般呼吸着阴晕中的氧气 我知道 我还是想活着的 而且必须要好好地活着 许是洗澡后平天困乏 倒床没多久我就睡着了 夜里 迷迷糊糊感到 有人向我靠近 莫凡急促的呼吸声 在我耳畔盘旋 他的手也开始在我身上游离 接下来的事情 昭然若揭 一番云雨过后 他满足地靠在床头 老婆 我想了想 我们过年还是回去吧 我妈说 过年都是合家团圆 她去亲戚家也不合适 机票钱损失了就损失了 等于我们花钱买了个团圆 亏了多少 我都不及你 我迟疑几秒 问道 那果果的寒假作业怎么办 已经答应孩子了 况且我只有这几天假期 收假就跑不成了 果果还小 以后有的是机会去海边 没事 回头给他买套乐高轰轰 他保准就把这是忘了 你怎么这样 在孩子面前说话不算数 你让他怎么想 他都五岁了 是有自己思想的 我坐起身来 耿着脖子准备跟他理论 睡吧 老婆 这是就这么定了 你这几天得空准备年货 我们除夕回家 说完 莫凡关了床头灯 一股脑缩进被窝 一股酸色扑鼻而来 我委屈得不能自已 任由泪水尽失被搅 说不上是哪里不对 但结婚后的日子 确实让我越过越糟心 又一个黑夜侵蚀我的睡意 而旁边的莫凡 呼噜声却震耳欲聋 第二天清晨 莫凡出奇地起个大早 刚走到客厅 就被他叫住 老婆 吃早餐了 有你最爱吃的前门豆浆油条 心一惊 前门离这儿十公里呢 这么冷的天 你大清早跑去买的 可不是吗 来回骑车 那是真冷啊 不过还好 豆浆热乎得很 你快来尝尝 跟店里的味道一样不 喝着热乎的豆浆 吃着酥脆的油条 望着眼前的莫凡 这个我爱了十年的男人 一瞬间 仿佛昨夜的黯然伤神 都不复存在 上班前走到玄关处 我忽然停住脚 老公 年货我会备齐的 你不用操心了 虽说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 但显然莫凡的态度 已经很坚决 他这般讨好 明摆着就是要一个 我心甘情愿放弃旅行 跟他回家过年的态度 我选择了妥协 回 退票 退房 真让人干疼 分分钟万把块 从我眼皮底下溜走 年三十越来越近 下班之余 我都在用心用力准备年货 他把他妈的新年衣服 从头到脚 我倒是买了个全 家里吃得用的 各种保健品 我也是一样不落下 谁让莫凡是个大孝子呢 一年难得回去几次 哪次回去 不是把后背箱塞得满满当当 晚上去我妈家接果果的路上 莫凡突然开口 跟我商量 过年给四个老人红包的事 还是跟往年一样 每人两千 意思一下就行 就是图个老人开心 莫凡阴阳怪气 你爸妈倒是不缺这点 给多少都行 他们也不在意 只是我爸妈那边 什么意思 意思给你爸妈多给点 我爸妈少给点 老婆 我是这样想的 莫凡舔着脸冲我笑笑 你也知道 我家条件不比你家 你爸妈有退休金 又有存款 我们这点红包 也就是尽个孝心 但我家不一样 我爸妈没有固定收入 这么多年 供我读书 成家 立业 几乎花光他们所有的积蓄 加上今年 我爸身体不好 住了两次院 家里开销大 而且他们觉得 我在大城市上班 待遇也不错 在亲戚面前 我一直是爸妈的骄傲 铺垫一大堆 重点是什么 我问 我的意思是 把我年终奖给他们 就当是儿子尽的孝心 大过年的 他们在亲戚面前 也有面 八万年终奖全给他们 我猛踩一脚刹车 车子被迫停在路边 莫凡从副驾上 惯性地向前俯冲 又被安全带弹毁 顾不上他受惊的表情 我的怒火又一次被点燃 我们一年就指着年终奖 存点家底 你不清楚吗 我的工资贴补我们家 你的工资贴补你们家 日常生活 孩子教育 人情事故等等 我们日常开销有多大 你心里没点数吗 八万年终奖全给你爸妈 亏你说得出口 那我爸妈呢 他们平时帮衬我们带果果 出钱又出力 这些你怎么都看不到 按你的逻辑 我还觉得这年终奖 应该给我爸妈尽孝心才对 密闭的驾驶室内 气氛压抑至极点 莫凡又开始不吱声 无声的沉默 让我感到窒息 突然 一阵电话铃声 打破了沉寂 妈 怎么了 秋秋 你们快到了吗 果果等得都快睡着了 我这才想起来 今晚要去我妈家 接果果回家的事 因为我和莫凡工作繁忙 没时间照顾孩子 所以一到寒暑假 就把果果送去我妈家 这也是五年来的常态 孩子今年五岁 得亏由我爸妈帮衬和支持 否则牺牲的就是我 大概五年前 我已经沦为家庭主妇 何来今天的宋总监之说 路上有事耽搁了 半小时就到 让果果稍微等一下呀 我尽量语调平和 不让我妈听出破绽 后半路 莫凡一言不发 我也懒得理她 心情被她搅得乱七八糟 见到女儿 我迫切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一刻 似乎心中的雾矮 被一点点驱散 在家待了一会儿 临走时 我妈问我 秋秋 听果果说 过年你们要去海岛度假 好着呢 就该带孩子出去见见试面 果果一提起玩水玩沙 别提有多激动了 几号出发 我们去机场送你们 我阴沉着脸 妈 计划有变 我们不去了 啊 哦 我妈看了看我 又忘了忘莫凡 欲言又止 行吧 很晚了 你们先回 孩子都困了 秋秋 凡事好好商量啊 回去的路上 莫凡开的车 我抱着孩子 坐在后排 半路上 他突然停车 下车后 一溜烟 不见人影 等再回来时 手里提的是 我爱吃的好力来 半熟之事 我看还没关门 就去买了点 原味是你爱吃的 奥利奥味 是果果爱吃的 我没有接话 心里冷哼了一声 一个巴掌 一个舔 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不会主动跟我道歉 明明是犯错的人 却仍旧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惺惺作态 伪装出一副老好人模样 任由我歇斯底里的咆哮 当初就是被他的伪善 蒙蔽了双眼 结婚后 逐渐发现他才是 那个最自私自利的人 但凡他决定的事情 定要达成目的 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 老婆 我这样做 也是顾全大局 你不要使小性子 多理解理解我好吗 果然 夜里哄睡果果后 莫凡早已在客厅等我 老婆 实不相瞒 昨天跟我妈通话 我已经夸下海口 把年终奖全拿出来 给他们尽孝心 我爸一听 心情大好 身体状况都好了很多 你说我这说出去的话 现在也不好再收回来不是 况且 他二老平时省吃俭用惯了 就算全给他们 他们肯定也不会乱花乱用 老人家就图个儿女孝顺罢了 等他们百年之后 这些钱还不都是我们的 就当他们帮我们存钱了 两全其美 多好的事 莫凡一番歪理邪说 愣是让我哑口无言 他又一次把我架在道德柱上 让我无从选择 我如果不答应 就是我不孝顺 不懂事 不理解他 再上升一点高度 就是我不爱他了 我们的婚姻贬值了 他将我抱进房间 在耳边呢喃着 老婆 我爱你 我再次妥协 无声地闭上双眼 任由他在我身上 释放他的爱意 清早 莫凡洗澡的间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拿起一看 脸顿时沉了下去 屏幕上显示 不回来才好 省得回来闹心 不用猜 就知道这是他妈发的消息 纵使房间暖气的温度 已热得够强 但我却感到寒意逼人 手脚冰冷 好奇心驱使 我打开手机 点开莫凡和他妈的对话框 凡凡 过年让你们回家 宋秋肯定不高兴了吧 妈 没有 您别多想 宋秋也想回来看你们 主要是你大舅又说 家里人太多 不方便我去 不然我也不会临时变卦 退票该没损失钱吧 没事 下次您和大舅商量好了 咱们再去就行 现在航空公司有新规定 没使用的机票 都是全额退款 所以您别担心了 那就好 我估计宋秋该不高兴了 你不是说你们本来要去旅游吗 要不这样 让他去旅游好了 你带着果果回来就行 免得他回来 我也不自在 跟你说点梯极话 总觉得有外人在 不方便 妈 这不太好吧 宋秋满心欢喜 想回来看您二老呢 旅游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过年一年就一次啊 肯定是要回来和你们团圆的 凡凡真孝顺 当妈的宽心多了 果果的红包 我都准备好了 可想死我的乖孙女了 等你们回来啊 外人 合着我在他们眼里 竟是个外人 和莫凡结婚已有八个年头 头三年 我俩想过二人世界 也正值事业上升期 我没要孩子 但被他妈明里暗里 责备了很多次 受够了他妈的冷言冷语 我尽量避免跟他们来往 从怀孕 产检到生产 他妈完全没有出席过 又因我生的是个女孩 重男轻女的他妈 甚至没来照顾我坐月子 果果一点一滴长大 到现在五岁 他妈几乎没有出现在 果果的视野里 更别说出钱出力了 真的 多亏了我妈 现在可好 竟大言不惭地说想孙女了 想让孙女过年回家团圆 我翻了个白眼 接着往下看 凡凡 我想了想 还是你带着果果回来吧 妈 这不太好吧 我没啥理由 不让宋秋回来呀 对了 年终奖发了 八万呢 全给你们尽孝心 你平时每个月给五千 我们够用了 也行 这钱我给你攒着 免得放外人 那我还不放心呢 行 您高兴就好 心底的怒火压不住网上冒 我宋秋到底嫁了个什么家庭 跟什么牛鬼蛇神为伍 继续往下翻 妈 宋秋给你们买了好多东西 吃穿用都有 她一直说 平日里没机会孝顺你们 正好借着过年回来 好好静静孝心 花的都是你的钱 算哪门子孝心 儿啊 你就逗妈高兴吧 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宋秋花的自己的钱 人家每月也挣不少钱呢 什么你的她的 结了婚 都是你的 家里啥都有 我跟你爸啥都不缺 一天可尽的灶 一点都不会过日子 最后一条讯息 就是刚才的 不回来才好 省得回来闹心 拿手机的手气的直哆嗦 卫生间的水流声哗哗直响 此刻 我恨不得冲进去甩莫凡一巴掌 思绪百转千回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把手机放回原处 开窗透了透气 这一刻 我算是彻底看清 他们这一家人的真面目 将计就计 转念我便定了海岛双飞 亲子游钻石套餐 莫凡上班走后 我向公司申请 提前休了年假 带孩子上飞机前 我给莫凡发了条讯息 带果果去完成作业 过年就不和你一起回老家了 带我问你爸妈好 记着把新年红包给孩子带回来 电话打到报 下飞机一开 手机语言 文字 视频 电话 短信 入住酒店后 趁着果果睡着 我还特意数了数 足足有两百多条未读消息 全是莫凡打的 毫不夸张 我和他相处十年 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联系我的次数多 我到底是该感动呢 还是该感动呢 用脚趾头都能想象得到 莫凡在那头暴跳如雷 心急如焚 甚至清金直冒的模样 往常这样的事情 我是断不会做的 因为我害怕他担心 但这一刻 我却笑得异常开心 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让我感到无比畅快 管他三七二十一 手机接着误扰模式 出门时我特意带上 这张家庭基金卡 户名是莫凡 密码是我生日 里面的钱 是我们共同积攒的 作为家庭基金 这张卡一直由我保管 先带果果去五星级餐厅 吃了顿一千八百八十八的 海鲜豪华大餐 帝王蟹的个头 都快赶上果果的小脑袋瓜了 果果兴奋地凑到盘子跟前 非要和帝王蟹拍照 我也是那着性子 任由孩子胡闹 看着果果这么高兴 我这趟众叛亲离也算值了 去海边玩了个拳套 该吃吃该喝喝 刷卡的感觉直呼过瘾 果果玩得不亦乐乎 几乎完全忘记爸爸的存在 每刷一笔款 莫凡的手机就会有一条信息弹出 毕竟银行卡绑着他的手机号 路过免税店 我特意进去进行大扫大 平日里在某宝购物车存大半年 等着双十一优惠下单的护肤品 这次索性买了个全户 什么海澜之谜 双翠精华 SKR SPB YSL 买 导购热情地跟在我身后 推着坐在购物车里 吃哈根达斯的果果 嘴里不停跟我客套 您家孩子真可爱 我笑意相迎 不做答应 囤购一年的货 购物车满满当当 也是觉得差不多了 走到收银台 登登登六位数密码一书 好几万瞬间划走 舒坦 谁知 刚走到门口 警察便找上了门 请问你是宋秋吗 我一脸懵逼 是的 果果紧紧搂着我脖子 像是吓着了 请问警察同志 有什么事 莫凡是你先生 我们接到你先生报警电话 说你带着孩子突然坐飞机出远门 电话不接 消息不回 更主要的是 绑定在他手机上的银行卡 一天之内有多笔大额现金流转出 这大过年的 担心你遇到坏人 或遭遇电信诈骗 请你配合我们去警局做个调查 也是为你和孩子的人身财产安全着想 瞬间无语道宁 远在天涯海角 莫凡你还真是会想办法 我看主要是一笔一笔的支付信息让你肝疼 所以才会绞尽脑汁 不惜动用警力找到我 无奈之际 我抱着孩子和警察去了趟警局 了解情况后 警察才觉得这是一场两口子吵架 女人带孩子离家出走的闹剧 大过年的 和和美美才是好 万家灯火尽团圆 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外面浪荡啥 多不安全 赶紧买张机票回去吧 警大哥也是性情中人 随意劝说了我两句 倒是瞬间戳中我的心窝子 竟惹我落了泪 说着说着 他不知什么时候拨通了莫凡电话 喂 果果吗 我是爸爸 果果一听是爸爸的声音 一下来了精神 小孩子家就是这样 许久不见兴许失望了 但一听到声音又热络起来了 乌央乌央的 果果抱着电话 哇哇大哭了起来 爸爸 我好想你 你在哪里 你快来找我 我想回家 这下倒好 他俩妇女深情 抱着电话上演了一幕 跨越南北的生离死别 纵使我带果果出来 也有旅行的快乐 但也抵不过此刻 妇女俩的热泪盈眶 我硬生生成了旁人眼中的坏妈妈 任性 自私 胡闹 不顾全大局 景大哥看我的眼神复杂极了 眼看假期即将结束 即使再不情愿 我也该带着孩子返程回家 虽说当初带着孩子 父亲出走 但该面对 还是要面对 假期美好却短暂 等待我的 又将会是什么 天空之上还是天 云层之上还是云 家之外还是家吗 落地后 出奇地 莫凡早早就 等在机场出口 果果一见到爸爸 高兴地直接扑上去 莫凡见到我 笑意平和 接过行李便柔声问道 坐飞机累坏了吧 出去几天带孩子辛苦了 老婆 我不痛不痒到 还好 回去一路 莫凡都出奇地高兴 冲着果果不停地问着问啊 果果也兴奋地将外面的所见所闻 用稚嫩的语言描述给爸爸听 我略显疲惫 搭拉着眼睛 靠在后座上 一言不发 但从后视镜上 我看见莫凡眼神始终在向后看 心神不宁 眼皮也跳得厉害 我总觉得 莫凡这样一反常态的表现 像是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圈套 等着我去上套 果不其然 从地下停车场上楼时 莫凡故弄玄虚 果果 爸爸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奶奶来了 奶奶来看你了 开不开心 我心里猛一咯噔 心脏也跟着剧烈疼痛了一下 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莫凡绕了这么一大圈 又是机场接机 又是笑脸相陪 又是拎包拿行李 并且只字不提我带孩子出门 不回家过年 又刷爆家庭基金卡的事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什么奶奶 果果满脸疑惑 并没有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 这完全能理解 谁能对一个毫无交集的血亲天生 产生好感呢 所有的感情都是日积月累陪伴出来的 这点毋庸置疑 就是你奶奶呀 爸爸的妈妈 就像你的妈妈一样 虽然你们接触比较少 但她仍旧是最爱你的奶奶呢 就像妈妈爱你一样 没关系 奶奶以后就长期跟我们住在一起 你多跟着接触接触 就熟悉了 就会很喜欢奶奶的 听到这话 我差点要吐了 什么跟妈妈一样 她能跟我一样吗 果果五岁了 是被风吹打的 她妈不管不顾 不闻不问 莫凡还真好意思说 简直是把我对她的客气当福气 我冷笑了一声 懒得辩解 但我显然听到了关键词汇 长期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 她妈不仅来了 还不打算走了 顿时感到大脑一阵晕血 电梯落定的那一刻 我差点没站稳 容我来不及反应 莫凡在走廊里大喊了声 妈 我们回来了 门呼地被推开 她妈像女主人一般走出来 回来了 快 快进屋 外面多冷啊 强撑着走进屋去 眼前一幕 让我瞠目结舌 才走了几天 家里简直大便养 我喜欢的花瓶 被插上大葱 栽满大蒜 从餐桌挪到了阳台 客厅一团乱 沙发上大大小小堆满杂物 茶几上摆着刚吃完的碗筷盘子 汤汤水水洒了一桌子 厨房更是惨不忍睹 锅碗瓢盆乱七八糟 摆满一灶台 刀刃上结佳的蒜末 菜板上泛黄的菜叶残渣 地板上残留的脚印 碎发 看到家里的满目狼藉 我几乎感到头皮发麻 还有卧室 他妈真是自觉 静止住进了书房 纠占雀巢 把我书桌上的书籍 玩偶 百件 一股脑塞进了柜子 忍无可忍 这一刻我彻底爆发了 从哪来 麻溜得回哪去 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我家 主人都不在家 外人有什么资格 动我的东西 我朝着客厅一顿嚷 歇斯底里地宣泄着 我的不满 被我一语重伤后 他妈猛地 从沙发上弹起 直接朝我开站 你说谁呢 你怎么说话的 谁是外人 这里哪有外人 你明知故问 这里是我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请自来 一把年纪了 也不害臊 你家 哼 我告诉你宋秋 打从嫁给我儿子起 你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 这是我儿子的家 我当妈的住儿子家里 天经地义 就算警察来了 也赶不走我 再则说了 我是你婆婆 也等于是你的妈 你有义务孝敬我 我到自己家里来住 想动什么动什么 怎么舒服怎么来 还需要征求你的同意 这算哪门子道理 纵使在微信上见识过 他妈的蛮不讲理 但此刻 我才算领教 什么是真正的婆父 气到极致 我倒也平静了下来 呵呵 天底下竟然有这样 甜不知耻的婆婆 一分钱不出 白占我的房子 还这么理直气壮 我嘲讽地问道 你的家 这房子是写着你的名字 还是这家里的东西 刻着你的记号 我儿子的家 就是我的家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走哪里 我跟到哪里 你不愿意也罢 看不惯也罢 反正我就是 跟定我儿子了 你应该跟着的是 你老公 不是你儿子 你有老公 又不是寡妇 跟着你儿子 算怎么一回事 你管好你老公 我管好我老公 这叫边界感 你懂吗 够了 宋秋 你看你说的 都是些什么话 我妈毕竟是长辈 莫凡看了半天热闹 终是忍不住 主要还是观察到 他妈处于下风 这是来给他妈撑腰的 我的话彻底激怒了他妈 他妈扬起巴掌 就要朝我扑过来 什么玩意儿 敢这样跟我说话 还敢证你公公 没教养的东西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妈 你别激动成吗 莫凡见状 一把拉住他妈 儿啊 你看你媳妇 把我都欺负成什么样了 你也不管管 真的是有了媳妇 忘了娘吗 转瞬 他妈索性往地上一摊 一把鼻涕 一把泪 哭得不可收拾 这场面 我简直惊呆了 但我可不吃这一套 回过神 我继续对他 我告诉你 没结婚的时候 你是你儿子的娘 结了婚之后 我就是他的娘 这叫新娘 懂吗 收起你那套 一哭二闹的把戏 吓着了孩子 我跟你没完 闹到现在 我才注意到 果果躲在角落里 无助地哭泣 跑过去连忙抱起他 对不起 我的宝贝 妈妈对不起你 这一幕 本不该是他这个年纪 该看到的 第二天 照例我把果果 送去了我妈家 一进屋 我妈就察觉到 我的异常 织女莫若母 一时没忍住在 亲妈面前红了眼 我含泪跟她讲了 莫凡和她妈 欺负我的经过 一听到自己女儿 受了欺负 我妈气得咬牙切齿 临走时 我试探着问我妈 我想跟莫凡离婚 欺负刘子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和你爸都支持你 果果还有我们呢 你放手去做吧 这年头 我看结婚离婚都挺时髦 被我妈成功逗笑 我知道她是在为我宽心 但有了这句话 我瞬间没了顾虑 父母绝对是这世上 子女最坚固的靠山 傍晚 回到令人窒息的家里 还没进门 就听见她妈在背后 搅我舌根 送秋她算个什么 但门一开 房间顿时鸦雀无声 白了他们一眼 我忍住一口气 静止走进卧室 坐在梳妆台前 打开电脑 准备起草离婚协议 突然 斜眼瞧见台子上 我的护肤品 明显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心一颤 我连忙挨个检查了一遍 顿时 我感到五脏六腑开始炸裂 双翠瓶盖四周全是残留的精华 大红瓶面霜 被狠狠挖了一个大洞 更可气的是 海澜之民眼霜 那么一小瓶 中间硬生生塌陷一块 甚至连我的口红 粉底 气垫 全都用了个遍 一股怒火凭空腾起 忍无可忍 我冲到客厅 指着她妈严厉质问 土都埋半截了 还偷东西 我问你 我梳妆台上的护肤品 是不是你动了的 她妈一愣 没有吱声 眼神闪烁 不敢看我 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 你知道我那些东西值多少钱吗 她妈沉默 行 不说话是吧 不承认没关系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那上面肯定有你的指纹 我们让警察来破案 拿起电话 我正准备拨号 宋秋你干什么 莫凡一把夺过我的手机 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就用了 不就是个护肤品吗 我妈偶尔用一次怎么了 怎么了 这些护肤品 是我这次出去刚买的 是我一年的用量 价值上万 你妈倒好 分分钟给我抹完了 她的脸是有多金贵 再说 我不在家 她未经过我同意 擅自动用她人物品 且价格昂贵 她这不是偷到是什么 你说话一定要这么难听吗 她是我妈 什么偷啊到的 你对长辈能不能有点 最起码的尊重 尊重 尊重那也得分人 她妈忍不下去 终于开了口 不就是用你的东西擦了个脸 热了下手吗 你那瓶瓶罐罐一大堆 上面的外国文字 我又认不懂 那个金黄色的小瓶子 由布拉几的 我还用不惯 就用了个红色瓶子里的抹了个脸 绿色小瓶那个涂了下手 口红是用手涂的 怕你介意我都没直接上嘴 看着她欠欠的样子 我恨不得冲上去甩她一巴掌 行 你承认就行 赔 你给我赔 这些东西大大小小加起来上万块 这是发票 你算个账 现在立刻赔给我 我随手从抽屉拿出发票 甩给她妈 哼 赔个屁 这本来就是拿我儿子的钱买的 我用的理所应当 好你个宋秋 你过年不声不响跑出去花钱 这账我还没给你算呢 你还好意思拿出账单让我看 我告诉你 你过年花的每一笔 凡凡这里都有短信 我都看着呢 是我让她报的警 否则估计卡里的钱 都得让你霍霍完 呵呵 呵呵 我宋秋真是瞎了眼了 嫁给你们这一家痴妹王俩 胸腔的怒火肆意翻滚 我攥紧拳头咬牙切齿 离婚 立马离婚 你们给我滚 都给我滚出去 人与人之间一旦撕破脸 那吃相真的相当难看 滚 往哪滚 这是我儿子的家 我还就住下了 我看你怎要把我撵走 儿子 别怕 离婚 离婚这房子也是婚后财产 也有你一半 你就安心住下 我看她个死丫头 能耐我们何 她妈双手插腰 耿着脖子跟我叫嚣 饶食内心再强大 这一刻我也被她们整得破房 房间里凝重的空气 让我感到窒息 再待一刻 估计我会直接疯掉 留得青山寨 不愁没柴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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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爸妈家已是半夜 看到我淒淒惨惨地回去 我爸妈心都要碎了 这个混账玩意儿 原以为家里条件差点没关系 只要对女儿好就行 没想到竟然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敢欺负我女儿 下次见到她 看我怎么收拾她 我爸是公认得好脾气 但这会儿也不由攥紧拳头 气得满脸战红 离婚 马上跟她离婚 妈坚决支持你 我和莫凡离婚的事 已板上钉钉 我的诉求很简单 房子 车子 孩子 我全要 莫凡净身出户 没给莫凡喘息的机会 我直接向法院提交离婚诉讼 这期间 我没有再回过那个家 等待开庭前 莫凡来找过我两次 我本不想见他 但他总拿孩子说事 借着看孩子的名义 实际是想跟我重归就好 我想 他的本意是不想离婚的 毕竟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实际好处 我爸本想揍他一顿 但看在果果的面子上 又被我妈劝住了 他们带着孩子出去 刻意给我们腾出空间 我妈明白 女儿憋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把情绪彻底宣泄出来了 老婆 你也出来这么些天了 回去好不好 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 总不能一吵架就提离婚吧 老婆 我错了行吗 我不能没有你 我跟你道歉 你跟我回去吧 我冷冷地看着他 心中再也疼不出一丝爱意 时至今日 他仍旧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事实上 我对他也不抱有幻想 在一起生活了十年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又何尝不清楚 别在这虚情假意 眼深情了 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直到今天 我才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 你们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算是真正领教了 是我宋秋有眼无珠 嫁错了人 我认 老婆 别这样叫我 你不配 我站起身逼近他 狠狠地质问 莫凡 我们那个家 那套房子是怎么来的 你心里没点数吗 莫凡突然沉了脸 眼神躲闪 不敢与我对视 当初结婚的时候 因为你家穷 我们没钱买房 基本就是裸婚 婚后 我们先是租房 然后按揭买的房 首付款 是不是我的年终奖 每月按揭 还贷款 是不是用的我的公积金 房子装修 是不是我爸妈出的钱 那时你正处于求职期 手头上没一点积蓄 你妈成天哭穷 更是一分钱不出 那个家 里里外外 哪怕一针一线 一砖一瓦 都是我辛苦置办起来的 你承不承认 我揪住他的衣领 疯狂地摇晃 情绪显然有些失控 莫凡原地不动 埋着头 任由我肆意发泄 记忆瞬间被拉回到那些曾经 跟他吃糠燕菜的艰苦岁月 我一时没忍住 红了眼眶 语气也变得哽咽 你是大孝子 刚毕业那会儿 即便找不着工作去工地扛水泥 也不跟家里言语 还骗你妈说 你在建筑公司当经理 即使再苦再穷 你都坚持给你爸妈打钱回去 为的就是不让你爸妈知道 你在外面过得不好 也是为了维护你那可笑的面子和自尊 行啊 你孝顺 你要当大孝子 那你也用不着拉上我吧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我对你爸妈并不具有赡养义务 你真没必要 总是上纲上线的道德绑架 让我对你爸妈尽孝心 这么多年 我之所以妥协 那是因为我爱你 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 双手抹掉泪水 好在都过去了 现在你透支了我对你的爱 甚至逾期产生质纳金 抱歉 我真没这义务替你尽孝 女人这一生的至暗时光 莫过于怀孕之苦 生产之痛 月子之间 养娃之难 但这一切的一切 你妈都未曾参与 帮我分担丝毫 我宋秋向来恩怨分明 资诸必较 现在与我而言 她不是我的婆婆 充其量是个和我老公 有所关联的陌生人而已 那个家是我的 你都是我的附庸品 我不可能容忍附庸品 再加带一个附庸品 既然你要孝顺你妈 我成全你 我们离婚吧 我带着孩子过 你跟你妈好好过 一通回忆家总结 可算是把这些日子以来 积攒的情绪 统统爆发了出来 瞬间 心情舒畅很多 感觉乳腺都通了 梁九 莫凡开口 宋秋 你一定要这样逼我吗 这婚非离不可 是的 必须离 一分钟都不能等 见我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 莫凡所幸不掩了 宋秋 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念夫妻之情了 开庭是在两周之后 我们在原被告席相视而望 但目光里只剩下冷淡和疏离 原告诉求 因感情破裂要求和被告离婚 主张婚内房产 汽车 个人存款 以及孩子抚养权 权规女方所有 被告是否同意 法官问道 我同意离婚 但对于财产分割 以及孩子抚养权意见 坚决不同意 我急了 你凭什么不同意 你明明知道房子车子 都是我出钱买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房子车子均属于婚内财产 你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审判长 我同意离婚 但要求婚内财产 一分为二 平均分割 绝不可能 审判长 这房子虽说是婚内购买 但房款是我掏的 贷款是我还的 甚至装修 也都是我爸妈出的钱 跟被告没有丁点关系 车子是我当上财务总监后 公司奖励给我的 行使证上也是我的名字 我俩是合法夫妻 婚后你所有的钱 理应由我一半 什么叫跟我没有关系 你爸妈出的钱又怎样 谁能证明 这钱只是给你一个人的 另外 车子虽说是奖励给你的 但也发生在婚后 属于家庭共同财产 理应由我一份 莫凡胡搅蛮缠 咄咄逼人的模样 跟他妈简直是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 此时 他妈坐在旁听席 得意地给儿子竖着大拇指 你简直是个无赖 你他妈不得好死 我忍不住抱粗口 莫凡完全不在意我的反应 在法庭上还直言 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绝对不可能 莫凡 果果必须跟我 你想都别想 我是孩子的爸爸 我有权利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庭审陷入僵局 我和莫凡完全撕破脸 开脉对骂 夫妻之间 仅有的情分 在此刻荡然无存 许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法官一副处事不经之态 见我们争执不下 当场休了庭 这下可好 婚没离成 再开庭还要等一个月 庭外 莫凡又开始假惺惺 宋秋 我不是非要跟你争财产 那都是身外之物 我莫凡并不在意 秋秋 我的本意是不想跟你离婚 你明白吗 看到她那副丑陋的嘴脸 我甚至不愿跟她多说一个字 她妈健壮 立马冲过来扇风 儿子 跟着女人费什么话 等离了婚拿到钱 你这么优秀 我们分分钟找个大姑娘 想生几个儿子 就生几个儿子 一大家子 不要太幸福哦 和他们多待一秒 我都觉得自己要折兽 临走时我撂下狠话 莫凡 你给我听着 孩子必须归我 房子 车子 存款你一样 也拿不到 一路急迟开到旷野的郊区 卸下全部武装 我彻彻底底地哭了一场 这么多年的真心 终是为了狗 哭完 心里一下通透了许多 理智回归 我登陆莫凡的邮箱 打开了她珍藏已久的隐私记事本 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莫凡上班这些年 收受客户的小恩小惠 谁谁谁某年某月某日 在什么地点送了什么东西 折合现金价值是多少 又是如何处置 如何变现的 或者她又是怎样当人情 继续转送礼的 起初 她是为了在我面前 显摆她的能耐 每次收了东西 还不忘跟我炫耀一番 后来 送礼的人越来越多 东西也越来越贵重 作为一个资深财物 我劝过她很多次 不要因小失大 别因这些迎头小利 把自己拖下水 但她嘲笑我负人之见 根本不听劝 瞒着我继续我行我素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她邮箱记事本里 发现了这个账本 莫凡很懒 所有的账号 都只有一个通用密码 记事本洋洋洒洒 记录了几十页 我的天 她竟然背着我 收受了这么贿赂 我连忙复制粘贴 存入我的WPS账户 有了这个 还怕莫凡不就范 将计就计 我随即拨通莫凡电话 看到我发给你的表格没 什么 给你三分钟 看完之后 我们来谈谈条件 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 要怪就怪我这身受 穷瑶剧毒害的恋爱脑 当真是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听上 莫凡口口声声 跟我争房争车 因为她笃定 我拿不出任何证据 证明这些不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 我这哑巴亏吃的 真想呼自己几个嘴巴子 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 你进了我的邮箱 莫凡简直惊掉下巴 声线颤抖道 我极力挖苦 感谢你之前对我的信任 还好你所有的密码都一样 哼 我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会算计我 莫凡抽了自己一嘴巴子 我在电话这头 听着都生疼 梁九 她问我 什么意思 你拿着要挟我 不然呢 你妈不是 一直以你考进国企为傲吗 你不是也自诩 自己是铁饭碗 时常拿我在私企上班 而阴阳我吗 你说 如果我把这表格 发给你们领导 会是什么结果 宋秋 你体验太狠了吧 你还是不是人 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罪毒负人心 你胆敢轻举妄动 你信不信 大不了我俩与死网破 莫凡暴怒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 有多么重要 而恰好 我成功戳中他的软肋 我毫不畏惧 不警不慢道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莫凡成了陈性子 语气极低 好 你说 我听着 我们协议离婚 孩子归我 你净身出户 每个月给孩子支付 抚养费三千 允许探视三次 呵呵 呵呵 宋秋啊 宋秋 你这如意算盘 打得可真好 你想得到挺美 这分明是霸王条款 我告诉你 没可能 我绝不会同意 你最好想清楚 我不是跟你商量 房子车子本来也没你啥事 存款也几乎都是我的 这点你很清楚 孩子还小 本来也是我带大的 有我抚养再合适不过 让你出抚养费三千 这是你对果果应尽的义务 况且这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把给你爸妈每月的孝心钱 拿出来绰绰有余 不给莫凡思考的余地 我威胁道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这份证据立马发送到 你们领导邮箱 莫凡不予 我接着抱击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特别想弄死我 但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做 你可是你妈的好代 你犯不着弄死我自己 再锒铛入狱 那样你妈不得哭死 你就无法再光宗耀祖 所以你不会犯傻的 对吧 在家心理战术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鱼死网破 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从此我俩 一别两宽 你过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井水不犯河水 这份证据 算是我给自己和果果上的人身保险 只要你按协议要求做 我保你仕途无忧 我犯不着给自己亲闺女 贴上一个老改犯女儿的标签 对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好 你提的条件 我都答应 希望你能遵守诺言 莫凡突然松口 虽是我预想的结果 但亲耳听到他说同意 那一瞬 我的心一下地空落了 良久 理智回笼 我回答他 你放心 我宋秋说话算数 你忍我就意 那按你的要求 起草一份离婚协议书 明天下午七点 我们老地方见 心里嘀咕 什么老地方 哼 忘性真大 就是我们定情的地方 你带上离婚协议 我好签字 挂了电话 莫凡的话 一时勾起我年少时 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那年我二十二 当时正值泰坦尼克号复播 莫凡邀我去看夜长首映 里面的场景 不禁让我面红耳赤 那晚 在郊外大榕树下的废旧汽车里 我和莫凡扮演了捷克和肉丝 自此 我将自己的所有青春奉献在这段感情 乃至后面的婚姻里 我时常在想 如果我不是一个睡一晚 就是一辈子的迂腐之人 大可原谅自己的少不更事 在后来相处过程中 发现莫凡种种劣迹的时候 果断跟他分手 也许 我会拥有更适合自己的爱人和婚姻 也许 我的人生 会是另一番祥瑞 也许 人生没有也许 只有当下 此刻 我打开电脑 对着屏幕心残之间的敲打离婚协议 以防万一 跟莫凡见面的事 我如实告诉了我爸妈 临走时 我爸一直跟我保持通话 并且为之共享 以备不时之需 莫凡如约而至 远远的 我就在大榕树下见到了他 许久不见 莫凡肉眼可见的憔悴和邋遢 胡茶堆满下巴 宋秋 你来了 我已经等候多时 你看 这里好像一点都没变 大榕树还在 非就汽车也还在 我感到一阵恶心 无心跟他叙旧 我拿出离婚协议 递给他 签字吧 莫凡接过协议 压根没看 他笑得邪恶 要我签字可以 我也有个要求 我诧异 什么 去车上重温旧梦 我们从这里开始 再从这里结束 岂不是有始有终 我惊恶地望着他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从没想过你会这么无耻 说吧 我准备离开 离婚协议不要了 哼 不要也罢 你威胁不到我 莫凡你就等着丢饭碗 声名狼藉吧 我相信 法院自会秉公执法 我的话彻底激怒莫凡 他一个大跨步冲向我 强行将我拖上车 狠近地撕扯我的衣领 你干什么 你混蛋 你这是婚内强奸 你又多了一项罪名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 敢威胁我 老子今天就要干你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拼命挣脱 跟莫凡四打在一起 突然 一个飞腿踢过来 莫凡顿时被踢蒙 我紧跟着踹了一脚 直中要害 他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我的命根子 啊 啊 啊 本来我爸还想再给他挤脚 无奈被警察拦住 警察拿出手铐 将莫凡反手铐住 在我们的注视下 莫凡狼狈地被带上警车 最后的机会被他亲自斩断 剩下的只能是鱼死网破 不但丝毫犹豫 我将这份证据 直接发送到他们单位举报邮箱 几日后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宋秋 你不得好死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举报我儿子贪污受贿 还害我儿子丢了工作 我咒你出门被车撞死 咒你被千刀万寡 咒你一辈子没男人要 耳朵顿时嗡嗡作响 我使劲按了电话 将莫凡他妈直接拉进黑名单 本来我想更狠一点 坐视莫凡的婚内强奸罪 但思虑再三 我选择放弃 真的只是因为孩子 我实在不想 果果因为这样一个父亲 而耽误他的大好前程 如果没有孩子做羁绊 我宋秋做事 不会这般捏手捏脚 瞻前顾后 时至今日 我悟到的人生哲理就是 别轻易结婚 更别轻易生娃 再次开庭 是在一周之后 莫凡坐在被告席 满眼星红 我尽量避免跟他对视 实在是多看他一眼 都觉得倒进胃口 他妈坐在下面 一失了往日的风采 目光涣散 蓬头垢面 一副支棱不起来的样子 我嗤之以鼻 心中腾不起一丝怜悯 开庭结果显而易见 这场离婚官司 我赢得比想象中还要顺利 听上 我向法官递交提前准备的赠予协议 一份是我公司提供的汽车赠予 一份是我爸的装修款赠予 那日和莫凡撕破脸之后 我妈专门给我请了金牌离婚律师张绿 经张绿之招 我拜托公司为我出具了一份汽车赠予协议 特意把协议时间提前到汽车行驶证头一天 我爸手写了一份装修款赠予协议 特意去公正处做公正 用以证明房子的装修款 只赠予我个人 与夫妻存续期的莫凡无关 加之莫凡品行不端 婚类强奸 贪污受贿 被单位开除 无固定经济来源 最终 法官将孩子判给了我 又考虑到我抚养孩子的教育成本 及居住问题 法院最终做出最后宣判 房子 车子 存款 均归我所有 庭审过程很快 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 仅一小时 莫凡就落得净身出户 人才两空 这惊喜来得太突然 莫凡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 一副想活剥我的模样 这难道不是他旧游自取 他妈愤怒地攥紧拳头 想跟我拼命 我懒得搭理这对奇葩母子 分别张绿之后 我开车准备离开 正欲打开 他开车门 突然 莫凡几大胯部冲到我前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坐上了主驾 他妈紧跟其后 迅速上了副驾 油门一轰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的车便消失在路口尽头 我晕 光天化日之下 明抢啊 这可是法院门口 电影都不带这么演的 我习惯把车钥匙放在车内备用 平日里连接手机蓝牙解锁开车 这点莫凡是知道的 所以刚才趁我用手机开车锁的间隙 他和他妈三下五除二 抢先上了车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抢走了我的车 人真的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莫凡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此刻我恨不得将他剁成渣渣 望着消失在路口的车 风回路转 一股邪念油然而生 最近车子老是提示刹车制动故障 忙着处理和莫凡这些糟心事 我一直没时间去4S店维修 打开手机位置跟踪 我可以随时监控莫凡的去向 或者打电话报警 找回来车子也是小轻松 但我通通没有做 夜里罕见的二早春下起了暴雨 手机APP不断发信息提示 制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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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进去一看 车子显示不在市区 看莫凡的行驶路线和位置 像是回他老家的方向 这样的暴雨天 他老家那泥泞陡峭的土路 不禁让人浮想连天 我一直观察他的行驶路线 行驶到最崎岖的那段山路时 我故意拨通莫凡电话 莫凡 跟你在一起十年 即使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 我都没有选择放弃或离开 也从未想过置你于死地 但这一刻 我有了 你不配给果果当霸 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有在法庭上提出诉求 让果果改姓 随我姓 他身体里躺着你的血脉 真是他的不幸 我无法改变他的基因 但我可以改变他的姓氏 免得你一臭万年 再殃及果果 你这个歹毒的泼妇 害我丢了工作 名声尽失 人才两空 现在还咒我死 还想盘算着给孩子改姓 你做梦吧你 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果果永远都是我的骨肉 你姑且帮我家养着 等孩子长大了 我再让他认祖归宗 哼 那要看你命够不够硬 有没有能耐 活到孩子长大才行 你放心 我妈给我算过命 我命硬着呢 是不是妈 那可不 我儿是个有福之人 定要长命百岁 大富大贵的 他妈在一旁扬言覆和 真好 都在场 正好一起解决了 儿子 小心前面 啊 他妈突然叫了一声 我一声冷笑 去死吧 祝你跟你妈下地狱 永不轮回 只听见电话那头莫凡的惊恐声 啊 刹车 刹车怎么回事 刹车怎么是松的 叮铃筐了 雨声 翻滚声 嘈杂声一片 接着 莫凡凄惨的尖叫声 伴随着一声巨响 儿子 儿子 繁繁 帆帆 繁帆 嘟 嘟 电话被挂断 我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躺在床上静听雨声 我辗转反侧 思绪凌乱 头脑中那些 跟莫凡有关 或甜蜜 或酸涩的段落 此刻正在一点点消逝 我开始思考 婚姻最后带给我们女人的 到底是什么 激情热烈过后的平淡无味 海市山盟过后的柴米油盐 还是抵御漫长岁月的不痛不痒 亦或是消耗殆尽之后的剑拔弩张 半夜手机突然响起 我不慌不忙接起电话 宋秋女士 你先生莫凡于凌晨一点发生车祸 经抢救无效 当场死亡 请你速来现场确认尸体 现场还有一位女士 伤势严重 现已送往医院抢救 我先生 对 警察应该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 办事效率真高 出事到现在不到三小时 我还以为要等到明早上 才会接到电话 没有一丝悲伤和惊讶 我甚至是在等待警察 告诉我这个结果 此刻 我很平静 知道了 报完保险后马上到 车险我向来买得高 这下总算派上了用场 莫凡 活着的时候 没给我和果果留下什么 现在我还不趁机 在你身上榨点油 果果还得抚养长大不是 报了保险 我和勘察小哥一起赶到了现场 车祸现场惨不忍睹 十几米高的悬崖 车子翻了个四角朝天 一条白布裹住了血肉模糊的 莫凡的尸体 我静静地盯着他的尸体 愣是霉掉一滴眼泪 很快 他爸赶到现场 抱着莫凡的尸体 无声哭泣 我一阵唏嘘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报应来得真快 莫凡的火化事宜 进行得极快 当然这是我的功劳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特别是在农村 莫凡和他妈出车祸这件事 一时间在他们村子里传开 怎么回事 大半夜往回跑 谁都知道回村那条路弯弯绕绕 最容易出事 那晚还下那么大的雨 真不知道他娘俩在想啥呢 可不是吗 人没了 车也废了 凡凡他妈到现在还在医院 躺着呢 听说为了保命 两条腿都截肢了 我咋听说 莫凡两口子离婚了呢 好像是莫凡收了人家不少好处 给举报了 工作都丢了 八成宋秋 担心自己和孩子受到牵连 果断离了 你这听谁说的 我外甥女就在莫凡单位的纪委上班里 门清 离了好 这种男人要不得 搞不好要进去 可不得连累老婆孩子吗 听说出事那晚 莫凡和他妈回来 是联系了买家 准备卖车的 谁知道出了这事 头七那天 我将莫凡骨灰盒 特意送回了老家 街坊四邻见到我 都夸我这个前妻 以德抱怨 善良人意 莫凡家里出了事 我不计前嫌 忙前忙后料理莫凡后事 大家一个劲儿 给我竖起大拇指 我笑而不语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这么做 是为了让保险理赔 快点到账 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他妈做完截肢手术后 就出院了 此刻 他妈摊在床上 听着窗外邻居们 对我的夸赞 怒不可遏 直接掀翻了床头柜 我走进去 跳过地上摔倒的 瓶瓶罐罐 将骨灰盒明晃晃地 放在他跟前 给 这是你儿子 是埋是藏 你是他妈 全权你处置 你现在这个样子 不易动怒 还是保重身体要紧 清明寒时 你儿子还等着 你给他烧纸钱呢 不然 他在那边 饿着动着 可砸整 祝您身体康健 长命百岁 任凭身后辱骂摔杂 我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出门后 抬头仰望天空 艳阳高照 焦阳似火 正如我即将到来的人生一样 照样热烈 照样绚烂 一周后 保险公司打电通知我 理赔已结束 二百万理赔款稍后到账 问我对此次车险处理结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理赔的钱 我全部存在果果名下 作为他未来的教育基金 的确 我把果果的姓氏改了 我的孩子当然得随我姓 和莫凡的恩怨纠葛 似乎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 几日后 我回到这个家 走进房子 这个充满 我和莫凡各种生活痕迹的地方 内心五味杂陈 我在想 婚姻大抵如此 到最后都会沦为不痛不痒的境地 我问我自己 我赢了吗 可为什么心里这般空落 又过了几日 我将房子挂在网上卖了 埋葬过去 才能更好地重新开始 我又重新买了新房 未来 我带着果果将开始崭新的生活 至于男人 哼 去他的男人 不要也罢 我有钱 有房 有存款 没有他们 岂不是活得更洒脱自如